哈囉大家好,我是花生咪咪 今天晚上我要跟朋友一起去吃韓式炸雞 超期期待的 那在那之前就要來化妝做準備 我們就一起來化妝吧 你們看我頭髮剪短了 雖然說之前一直想要把它留長看看 但是只要卡在脖子這邊 就覺得後面好熱好不舒服 然後我這次剪頭髮的地方 剛剛是在中校新生 對,中校新生撿運站 5號出口旁邊 然後設計師叫做Lisa 她還不錯,因為像我的頭髮算是比較 硬,然後 她還是有點捲度,所以如果我剪短的話 很容易這邊就會這樣子膨起來 這樣子會膨在上面 但是她這次幫我剪的不會 也就是還蠻好整理的 那如果有想要找設計師的話 我下面也會放她的資訊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囉 開始之前呢 因為現在天氣變得比較冷了 雖然說我還是穿短袖 因為在家裡比較熱 但是終於比較有冬天的感覺 雙十一買了一些衣服 我都放在旁邊還沒開封 因為前陣子天氣實在是 還穿不到啊 那臉的話呢 妝前我之前不是藍色的WLAB 用掉這麼多了 但是因為現在比較冷 然後我最近的膚況不是很好 就是粗粗乾乾的 前一陣子是看醫生 有差一點皮膚科的藥 才變回現在比較 摸起來會比較順的感覺 所以呢 為了怕不夠保濕不夠滋潤 所以 改用這一瓶金色的 金色超級滿 因為金色 我真的很少很少用 除了都冬天非常的乾冷 或者是我皮膚狀況很不好 很乾的時候才會用金色 它其實擦起來感覺跟藍色的差不多 就水水的 然後精華液的感覺 但塗在臉上的話會明顯的 有比較油潤一點 說到頭髮啊 我也是短頭髮好久好久了 剪短之後就回不過去 回不過去是什麼 回不了 回不去了 OK 那 其實我之前也有留到這麼長的時候 看這個照片 但 不覺得我長髮看起來好像比較老 所以 因為這樣比較舒服 也比較方便 看起來也比較有精神 所以 後來我就是一直維持 短頭髮的狀態 現在膚況真的比較好耶 我這樣子一管金色就覺得夠了 我上個禮拜化妝的時候 金色一管 不夠用 還要再補充臉頰這邊 才會比較潤的感覺 底妝的部分呢 我平常都是用持久型抗汗抗油的那種 因為我很容易流汗 雖然我是乾肌 但是因為太會出汗了 就像個雪人一樣 所以 一定要用那種持久抗汗的分泌液 那因為現在天氣的狀況 感覺 應該不太會流什麼汗 而且比較 需要保濕度一點 所以我用 這個 又是它 YSL的 搭配 已經泡過水 長大的 超大顆 心之罐的 美妝蛋 其實我覺得它的 軟度是OK的啊 但因為我之前有分享過 我覺得它蠻好用 然後有網友說 心之罐很硬 像石頭砸在臉上 我就覺得 應該 還好啦 沒有到那麼誇張 接下來就像這樣 蓋一張蓋一張的方式 上妝 韓劇的話真的很少 我自己是很少看 就是偶爾會看個幾部 看的數量大概屈指可數 這樣子 這幾年有一部 那個就是 李宗碩跟 韓孝舟演的那個 W兩個世界 那一部我就好喜歡 因為它是在講 漫畫啊 然後 跑到真實人生這樣子 然後我好喜歡 女主角韓孝舟 所以 那一部我真的好喜歡 我覺得 我覺得很感人很浪漫 然後又有一點點 懸疑之類的 然後最近我就是在看 美劇嘛 因為朋友推薦我啊 所以我就去開始看那個 The Bibliary 就是 宅男行不行 也可以叫做生活大爆炸 超級喜歡 我就一看就愛上 然後 這幾個月來就是 每天吃 午餐晚餐 只要有時間 可以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看這一部 然後就在這幾天呢 我終於把最後一集給看完了 哭到一個不行 真的是大爆哭 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又很捨不得又很難過 我覺得 我算是一次性的追完的那一種粉絲 那如果說是 這樣子從 十二年前就開始追劇的 一定更更更捨不得吧 我就覺得 天啊 追劇真的是一個坑耶 就是 還有這種心理上面的 難分難捨 真的好喜歡好喜歡這部劇 每個角色都好喜歡 很想要看他們繼續演下去 可是 十二年 感覺好像 也夠了 好 底妝上完 他底妝上完 這次我拍比較久一點 因為 想要讓粉底更貼 妝 粉底一上完之後呢 我要來上遮瑕 這次用這個 我的 針筒 遮瑕膏 其實它用量很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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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我只要這樣擠這樣一滴 就可以了 說實在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淚溝到底要怎麼遮才可以 就是遮得很完美無暇 淚溝就是一個凹陷嘛 所以大部分就是把它填補打亮 讓它可以比較膨起來 正面看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但是呢 畢竟它是一個 有凹陷的地方 所以 從上往下看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很明顯 淚溝真的是一個大敵人 真正要 根治它 解決它的方法呢 我覺得 還是 醫美 最最最方便 也是最快速最有效的 醫美的話 我之前自己有做過就是 潑尿酸的填補 真的超厲害 就注射進去之後 這邊膨起來 整個人超級精神 那個黑眼圈跟雷溝 整個就淡掉了 我覺得太神奇了 所以 醫學美容有醫學美容的厲害之處 然後後來也有聽說就是有一些什麼 自體脂肪填補啊之類的 可以更持久效果更好 因為像玻尿酸的話 也是不太便宜 而且效果維持的比較沒有那麼久 但如果真的是很嚴重的淚溝啊 然後也不會這樣子遮瑕 更沒有時間好好去 每天這樣子用的話 說實在的 醫美真的是 一勞永逸的一個方法 如果之後我自己預算有夠的話 我也可能會想要去把這個淚溝給填補起來 真的是被他困擾了 從小困擾到大 接著就是畫眉毛的部分 不過畫眉毛的時候我會很專心 所以就等我畫完眉毛再回來繼續說吧 OK眉毛現在畫完了 今天我想用的眼影是這個 這顆雙色眼影 這個綠色很美耶 它是有點那種 金龜子綠嗎 反正它就是一個 很美很美的綠色 我喜歡這個綠色 是因為 以前我買的一些綠色眼影啊 用在我的眼睛上面 就會變成就是 灰灰黑黑的那種感覺 那但是這個綠色是 真的有綠 所以我蠻喜歡的 然後 雙色眼影的好處就是 非常方便畫 先用這個 土棕色打底 你們看 類垢遮起來就是這樣子 這邊看 站很多 由下往上這樣子看 看不到勾痕也是 淡很多 但是只要由上往下看 它就會很明顯的在那邊 類垢真的是很討厭的東西 先鋪設之後 再 把它暈開來 這個雙色眼影呢 是泰國的牌子 但它的顯色度跟 暈染度都還不錯 泰國現在的美妝品真的是 越做越厲害 價格也都不貴 蘊好之後就沾這個 漂亮的綠色 塗在雙眼皮折當中 接著用它銅牌子的打亮 接著用它銅牌子的打亮 來當眼頭的打亮色 畫上眼線之後 眼妝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方便快速 所以我覺得 雙色眼影就是這樣 它顏色就是 兩個這樣配好了 然後你只要稍微把它疊加 眼妝就可以完成 超級方便 所以 眼影盤有眼影盤的好處 然後 單色眼影跟雙色眼影也有它們的好處 所以 如果不會配色的話 當然 這種啊 或者是四格那種 一定配好的就是最方便 先來把這邊的眼妝完成 我們再回來吧 眼妝現在完成了 想要修一下鼻影 這個是Solong的修容 那我之前買的時候咧 我以為我的眼影盤放得下 但其實放完眼影就放滿了 所以它現在一個人 孤身的 沒有加 修容就從眼窩這邊 先下手 增加這邊的深邃度 然後就這樣子斜斜的話 不要一直調這樣子喔 是按照骨骼這樣子斜斜的 去打 我的鼻子太像章魚哥了 這邊把它修小一點 接著腮紅呢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涼 然後我應該會穿長袖的 然後 眼妝又畫了一個比較 就是 成熟感覺一點的 所以腮紅我今天要用的是 倩碧小花的 5號 這顆的顏色 就是 你刷在手上的時候看起來 超級無感 超級無感 就是超級無感的一個顏色 但它很神奇 它上臉之後 就是會滿有質感 然後氣色看起來也滿不錯的 看得出來嗎 雖然就是 它很淡 但是它就是 一個可以讓你整個 妝感好像 有那麼一點氣色 然後變得比較有質感的一個腮紅 所以我覺得這個5號滿神奇的 就是 無感當中呢 它有 有它的效果在 打亮就是我剛剛拿來打亮眼頭 跟臥蠶的 泰國的這一盤 這一盤的 打亮色呢 也是很美 它 很細緻 很滑 然後插在手上是這種感覺 看到嗎 就是這種很 很金屬 很 閃亮的那種 質地 打亮真的是 以前不會用 後來用過打亮之後 就回不去了 就覺得 只要你有打亮 整個人 看起來 皮膚都會變得非常的好 OK 今天的妝 就 完成了 等我換個衣服回來 再來 擦唇膏吧 換好衣服回來了 唇彩的話呢 我今天想要上 巴黎萊牙小鋼筆 這支的 16號 這個顏色 就是那種 棕色調 這種棕色 有點棕紅 橘棕那種感覺 但這個顏色很神奇 就是 它擦在手上看起來 好像很深 很有感 但其實呢 它擦到我嘴巴上面之後 我覺得它就會像有一些 唇色比較漂亮的人的 自然唇色那樣子 那因為今天整體感覺好像都比較 冬天也比較 成熟溫暖一點 所以 我就用這個 比較 不那麼鮮豔的 不那麼鮮豔的 唇彩 你們看我塗完之後 這樣子 是不是有些 嘴唇比較 顏色比較漂亮 比較紅潤的人 他們 天生的唇色 好像就長這個樣子 那 我這一腳呢 還是沒有差的原因 是因為 那個 小泡枕 它還是 就是 處於 已經好好 但是又還沒好的那種階段 所以我還是想把它控下來 等一下可以擦藥 今天的妝就這樣子 完成了 來看一下 今天的底妝 打亮 腮紅 眼影 唇彩 有啦 有整個感覺有沒有很 冬天 然後有點 感覺好像比較成熟一點 那 出門之前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噴香水的習慣 我自己現在是如果沒有噴一點香水在身上的話 出去感覺就好像有點 像裸體啊 就是沒有穿衣服那樣子 有點怪怪的 那我現在要介紹的是這一瓶 超級愛 這一瓶呢 叫做 肌膚之華 然後它的香味就是 嗯 非常舒服的 有點中性木質調 但是有點那種色香那種感覺 它的樣子 它聞起來就像是你 沐浴過後 然後身上有點那種 熱熱的蒸氣 跟那種魅力的那種味道 而且它的這種香味非常的舒服沉穩 它就好像是 我跟我朋友都笑說 它就像是一個 帥哥猛男的味道 就像是 葛雷的50道陰影 你們有看過 那種總裁 然後推開浴室的門 走出來那種感覺 非常的 舒服 可是又非常的有魅力 這個味道真的好喜歡 好好聞喔 如果你們是喜歡那種 中性調 然後有點性感 然後又很溫和舒服的那種 味道的話 真的可以推薦你們去聞聞看 非常非常的 好聞 那我自己是 非常喜歡 就是出門之前一定都要噴 我跟朋友都笑稱說 這瓶香水啊 男人噴了呢 會加分 帥哥噴了呢 就是完全天菜等級 那女孩子像我們噴的話呢 就好像被 帥哥猛男 擁抱過的那種感覺 非常非常舒服 大推這一瓶 那我現在唇彩擦好了 香味也穿上去了 所以等一下就要準備出門 那等一下吃的炸雞呢 會再另外錄一集 跟你們分享 所以想要看我吃美食 一起吃炸雞的話呢 就等下一集吧 那講一下近期的安排好了 就是現在已經是十一月底了 下週呢 會有十二月份 塔羅牌的月事指引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來看看塔羅牌的話 下個禮拜不要忘記過來 那還有就是十二月中的時候 我會去幫我朋友擺攤 他就是賣一些他的手作耳環 就是之前跟你們介紹過 很漂亮的很可愛的郵票耳環 跟這種珍珠耳環 那如果說你們對漂亮的耳環有興趣 或是想來找我玩的話呢 就歡迎到時候再去市集找我 詳細的資訊呢 我會在我的IG公佈 所以到時候再來看看我吧 然後現在呢 應該會讓你們看一下炸雞 好好吃的影片在這邊 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期待下一集喔 以上就是跟著我一起化妝做準備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 然後記得訂閱頻道 這樣才能夠跟我一起快樂過生活 記得訂閱記得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再 interesante 我們下次見 可以看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有一個別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